日齊哥的鳳凰戰績一直都沒有死喔 持續在做一些迂迴的偵察 一直要抓對方開三況的時間點 然後可能馬上的這個戰績 哇 這公蟲一直被攔截掉 我們這個浪一念表示非常的無奈 那浪這時候再升級二防 同時在升級我們 我们蝗虫的移动速度再增加我们的侦查上的机动力 好我们继续三框补了1235677个光炮 同时四框也开下来了 相当大的优势我们继续割这个虽然是神族玩家 不过开矿意识完全不输于给我们重组 那后方开始再补一些巨像还有这个巨像攻击射程 同时盖下一个目光异会可能要来升级我们追猎者 或者是狂战士的科技 好哇那看来原来其实刚刚律取就是有稍微一个上风 只是他可能也是稳扎稳打 直到说如果再从台上跟我们的浪来做正面接触的话 也不见得可以占到很大优势 所以选择的开下三框还有四框 而且这个三框我们律取他的习惯是用大量的光炮来做防守 好刚刚凤凰战机又是持续的来抬一些这个工虫 来三不五十的加菜一下 好那不过经过一番折腾 浪终于是开下了三框 不过这个三框时间点 仍然是晚于律取哥玩很晚哦 那不二框跟三框的时间点都是落后给我们的律取哥 那现在律取哥应该是在经济上还有兵力上 仍然是占有一些许的优势哦 这个兵力上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好那这个去向的攻击射程马上的就要升级好了 那这个疯狂战机从刚刚到现在是完全没有任何一台被拦截掉 我们律取的操作 仍然是不错 好那疯狂战机跟主力部队做一个集结哦 要做一个正面接触哦 来开始搭配我们观察者来轻重拍哦 因为毕竟你绝对不能让这个重胎流铺过半场哦 如果把这个重胎流铺过半场的话 那这个伸出玩家在做推进 或者是在正面接触的时候呢 就会有相当的压力 那律取这个时候再升级我们追累者的瞬移 还有OB的移动速度 同时再升级二攻 那浪这个时候是一攻一防 不过二防马上的也要升级好了 那浪如果是想要帮回这个经济上的劣势 可能马上的要来开一些 试矿或者是开离岛矿哦 不然的话再这样子撑下去的话 不过我们就去割这个黄金三矿怎么没有健康一做 哦我们选取试矿也开这么多光炮啊 一二三八个光炮 啊环境矿其实 光炮虽然是 这可能是他的习惯啊 可是如果是我的话 可能会选择把这些光炮来转移成一些兵力 好 律取大量的部队要再次做一个正面接触 不过我们浪是有视野的 好两个立场 不过这立场 呃放并没有拦截到对面的部队 哇这个一个失误啊 这个也不是算失误啦 是这个稍微走比较慢 可能变点掉了一点点的稍微 不过呢 这巨像实在是太给力了 我们的浪大量的刺蛇还有蟑螂 损失大量的刺蛇还有蟑螂 那这个时候浪才要来出 才要来出飞躺啊 才来出浮化飞虫 可能是来不及的 这三矿直接掉了 好现在看起来我们就去可能 可以直接用这一波部队 直接的来带走我们的浪 不好意思哦 这个会站起来怎么这么lag 我刚刚 录的刚刚那一场影还没有这么lag 不过呃 感觉是已经打到一个后期了 所以我就我就不暂停了 就 大家就将就一下啦 这个稍微 它虽然稍微lag 但是解析度应该是还可以接受 就当做是在看那个 这个网路不好的直播 好 好像瑞奇这个时候甚至要转一个黑暗圣殿 这个是 四矿开下来 然后还转黑暗圣殿 好同时来升级冲锋 那追猎者的瞬也已经升级好了 不过好 刚刚好像没有什么机会使用 好那让这么少量的蟑螂 应该是也没有办法达到用处 而且我们瑞奇是有观察者的 所以 可以感觉出来 我们让这一场从前面被封门开始 从碰被封口开始 这个在经济上还有兵力上 压力都是一直在我们从这边的 好那瑞奇这个时候甚至是要来升级我们的三弓了 哇现在是这个二弓一防哦 那待会三弓一防的话 那这个巨像的攻击 攻击就不是 不是闹着玩的 而且 好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浪才要来转出一些腐化飞虫 但是 我们瑞奇 我们瑞奇更是混合兵种啊 这个不朽者也出啦 那待会要出我们黑暗圣堂武士 同时的他也来出一些虚空剑 因为我们虚空剑来升级流体叶片的话 这个 移动力也是相当相当的高 好的 这四台巨像的话 其实 如果要点掉四台巨像的话 你腐化飞虫数量可能要 八值以上哦 那 如果你这个腐化飞虫数量不足的话 你这个点巨像的时间速度也不够快 那等到你把巨像点掉的时候 你地面部队可能也已经死光了 所以现在 浪的腐化飞虫数量其实是不太够的 而且这有虚空剑来做 虚空剑好追者来防空好了 那这个时候刺者全部被烧掉了 那现在看起来 好 浪直接打下了GG 结束了这一场比赛 那Rich哥是向我们示范了 一个这个 前期的一个毒口 然后直接的 直接的以优势的兵力来带走对方 那也感谢双方玩家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比赛 我是主播局面 我们待会见了 拜拜